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以来 国际原油价格就不断的上涨 财政部今天公布了 最近一个星期的燃油顶价 从明天起至3月23号 RON97汽油零售价格 每公升上涨25仙 也就是从之前的 每公升3令吉75仙 调涨至4令吉 RON95汽油和柴油的零售价格 则保持不变 财政部文告指出 RON95和柴油的市场价格 已经超出了顶价 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 免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带来的冲击 政府还是将RON95和柴油的零售价格 分别维持在每公升2令吉5仙 以及2令吉15仙 文告也指出 政府将继续的监测 国际原油价格的趋势 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来维护人民的福祉